儿子挂热松一天后 张岚放出了孙女小月儿的语音 好 过年回家 好 过年回家 听他说话像小大人一样 你说能不流泪吗 他答应的 好 过年回家 他这些语音呢 我都没让他爸爸听 我怕他又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我了解 了解孩子 太直 他情感投入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两亿九的一个房 被黄春梅给卖了 他们每次视频都是 带着偷偷的带到公园里去 可以听出来 小月儿和奶奶非常亲 不仅主动在言诞的时候 给张岚发语音信息 祝奶奶言诞快乐 还告白说 我想你 我爱你 简直就是个小甜心 难怪汪小飞这么爱女儿 出自以外 小月儿也答应了张岚过年回家 虽然她把北京当作自己的老家 张岚已表示 这些语音听得瞬间泪崩 都不敢给汪小飞听 怕她情绪失控 1月7号晚上 汪小飞就在直播间控诉 大S不让孩子17号回北京 这令她崩溃 如今张岚放出小月儿的语音 其实可以证明 小月儿确实想回家过年 却被妈妈阻止了 目前看来张岚和汪小飞 的确有些可怜 毕竟春节最重要的 就是一家团聚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